公元前415年,一位年仅10岁的秦国公子在争夺军位的斗争中失败,为了躲避政敌追杀,在仆人的帮助下连夜出走秦国,逃到了东边魏国,从此开始了他29年的逃亡生涯。 此时的魏国在魏文侯的带领下经历理亏变法,吴启创建魏武族,国力大增,早已经从三井中的小弟一跃成为诸侯中的超级霸主。 魏文侯更是以吴启为河西郡守,将本已经穷落不堪的秦国打得支离破碎。 秦威两国之间虽然有不共戴天的血丑,但是对于秦国公子的到来,魏文侯出于控制秦国的政治考虑,对这位落魄的秦国小公子依然给予了丰厚的待遇。 算是随手下一步贤奇,毕竟春秋时期,初侯国公子流落在外,长大后又杀回母国,抢夺军位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他老东家,晋国,当年的晋文公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了,都能杀回来成就罢业。 天有不测风云,提前控制一只潜力骨,总不会有错的。 年轻的秦国小公子就这么在富裕的仇敌家里过上幸福快乐的童年。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亲身见证了这个仇家的恐怖实力。 魏国的强盛和他母国的穷弱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愈发为自己国家的落后感到悲愤。 他不明白,自己的家都穷到揭不开锅了,为什么他的叔伯们依然为了权力内斗不止。 公元前408年,魏文侯以武器为将,强大的魏军一次又一次地击败秦国,完全夺取河西之地,把原本落后秦国再次逼得只能归缩在狭小的渭河平原。 秦国彻底是去黄河天险,就像被扒光了衣服,逼到墙角瑟瑟发抖的大姑娘,随时会有被遭她致死的威胁。 前方战场,魏国士兵如凶残的豺狼扑杀秦国的士兵,他们兴奋地踩着老秦人的尸体,提着老秦人的首级去领取无上的军功。 每一个卫军士兵的军功章上都有他老秦人的血肉,而他却只能继续在这个该死的仇敌家里享受封衣祖史的生活。 这时,年纪17岁的秦国公子眼看山河破碎,终于幡然醒悟,哪怕自己在这里依然可以继续享受封衣祖史的美好生活,可这一切都建立在自己还有剩余的政治价值的基础之上。 一旦自己的国家彻底被灭,他将彻底成为无根扶平,连死都只能在外成为孤魂野鬼。 一夜之间,这位年轻的秦国公子成熟了,他悄悄隐藏起自己的野心和对魏国的仇恨,开始积极奔走在魏国的各级阶层。 当他在看到魏国的世子百姓穿得光鲜亮丽的着装时,他开始思考,为什么这个国家几十年间就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果? 当他从魏国百姓眼里看到散发着自信的光芒时,他开始思考,这个国家的魅力所在。 当他再次看到民众对参见的渴望时,他也会想,这个国家到底做了什么,竟能激发百姓如此强烈的好战之心。 魏国越强盛,他就越渴望了解这个国家的一切先进经验,他彻底融入其中,把自己当成魏人,充分领略学习这个国家的风采。 但有一点他从没忘记,他是秦人,是曾经的秦国太子,魏国再富强,也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 总有一天,我会用你强大的经验去强大我的国家,找你复仇。 事宜长期以至宜,历史上无数经验告诉我们,落后就得挨打。 但我们不能因为被打了就欲绝不振跪下来认爹,被打了,活该。 忍着,只要不死,就好好学习别人强壮的秘诀,站起来,打回去。 公元前387年,阴境之战爆发,无几以五万魏武族大败五十万秦军,天下震动。 这位秦国公子更为震惊,他知道魏武很强,他也知道秦国很弱, 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到魏国竟然如此强,而他的秦国竟然如此废。 不能再等了,他要回去,他要夺权,他要复兴秦国。 秦国被彻底打废,魏武侯野心在此膨胀,他要唯我独尊。 他第一次偏离他父亲时期制定的战略,一方面,他插手赵国内政, 想要在赵国扶持一位完全天化的傀儡国君。 同时,为了避免三尽罚楚,被秦国捅刀子的故事再次上演。 他也需要扶持一位亲卫的秦国国君。 于是他两边压住,一边扶持逃到魏国的赵国公子赵朝,杀回赵国。 另一边也打算帮助这位秦国公子回去夺权, 于是他找上这位秦国公子说,我打算派兵护送你回秦国, 帮你重新夺取国君之位,你看如何。 秦国公子知道魏武侯的意思,可他不想当魏国的傀儡, 他不仅想回去,更想找你复仇。 于是他委婉拒绝道,我感谢你父亲和您对我的照顾, 但我已经麻烦您太多了,我不想您再为我分散力量, 我愿意自己回去。 魏武侯得知他愿意归国依然不死心, 还想控制他,便给他送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和车马, 说,公子何时归国,到时候我一定亲自为您进行。 秦国公子说,还得准备一年时间,到时候一定向您辞行。 魏武侯虽然希望他马上回去, 这样他也就有借口出兵一路护送, 但是这位秦国公子早已不是当初那位热絮上勇的年轻人, 他的心智早已磨砺得无比惩处。 孙子兵法, 抚未战而妙算胜者,得算了多也, 未战而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 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任何事,哪怕再急切,也一定要提前做好周全的准备。 我们需要对事业充满热情,但绝不能上头。 很明显,这位秦国公子虽然还没打过仗, 但他是懂兵法的。 在这一年中,他利用魏武侯给他的财宝, 全部用来收买间谍, 派遣间谍先前回秦国收买大臣和各路将领, 在民间散布他即将回来实现新政的消息, 提前造势,争取民心, 又大量私养死士供他驱使。 造势成功,这位公子向魏武侯辞行。 在送别宴上,魏武侯问他还有没有需要帮助的, 他表示一切准备妥当, 感谢魏武侯的照顾。 魏武侯还不死心,开门见山说, 公子回去以后打算怎么对待魏国。 话一说开,秦国公子也不能继续含糊, 他只能说, 等我夺回军位之后, 为了感谢您多年的款待, 我保证秦国在您活着的时候, 绝不攻打魏国。 前台词就是, 我感激您, 但国家之仇不能忘, 我不打你, 但我要打你儿子。 魏武侯虽然没达成目的, 但起码能争取十几年时间, 以魏国的实力。 十几年时间足够他把周边国家揍一遍了, 只是他没想到他的儿子真的被揍了。 实际成熟, 这位秦国公子带着随从和一批死士, 走上了归秦之路。 秦国内部被他收买的大臣得知他归国的消息, 还没等他回到秦国。 秦国术长改, 就在河西营里他为秦国国君, 这位秦国公子便是秦县公。 后世在总结秦国一统天下时, 贾夷在《过秦论》中说, 吉至始皇, 奋六世之余猎, 正长侧而御与内, 吞二舟而亡诸侯, 吕至尊而至六合, 直敲铺而鞭吃天下, 威战四海。 其实严格来说应该是奋七世之余猎, 而第一是便是这位默默无名的秦县公。 如果说商鞅变法实现了秦国的富强, 那么真正为虎狼之秦注入血不流干, 死不休战, 灵魂的就是这位秦县公。 公元前三八四年, 秦县公回到秦国, 杀死了年仅四岁的秦厨公和他的母亲夺回军位。 由于前妻准备工作做得好, 秦县公夺权的过程非常顺利, 所以上位后基本就掌控了秦国的大部分权利。 此时的秦国可以说是一穷而白, 由于经历了几次动乱, 国人早就疲惫不堪, 再加上东边为国崛起之后, 连续多次大败秦国。 不仅夺取了大片的河西之地, 还在两国交界处, 大概文化入侵, 对面老魏家的农民一天到晚, 朝这边老秦家的农民吹嘘, 我老魏家改革开放的春天有多好多好, 家家有田羹, 孩子参加全家关容等等。 想想自己这边的老秦人, 干死干活分不到一块地, 孩子还没长成, 就被官府拉去当壮丁。 男人在前方打仗, 缺各位少腿的国家也发不起抚须金, 再想到原来的隔壁老王全家, 自从偷偷跑到对面卫国拿了卫国户口本, 把小儿子送到军队, 全家都给分上了上百亩田, 想想就羡慕。 没对比就没有伤害, 这么一对比秦国边境的百姓们觉得从卫国吹过来的风都是香的。 别怪大家不爱国, 实在是日子没法过呀。 所以当初秦宪宫在卫国放出风来说, 要回国实行新政的时候, 和谐的百姓们纷纷追随拥戴他, 很顺利地就推翻了旧政府。 如果日子还能过, 那当然还是要爱国了, 谁也不想背井离乡, 看别人隐色生活。 秦国的老百姓想方设法往外跑路,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人训。 自殷商开始, 贵族拿活人殉葬的恶俗就一直流传下来, 各国的贵族或多或少都有人训的惯例, 但在春秋两百多年间, 各国基本都开始废止人训制度, 经过变法的各国更是早就已经废除了奴隶制度, 彻底废除人训制度。 可秦国却是一个例外, 他不仅没有废除人训, 还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我们所熟知并且称道的春秋一霸, 齐木公, 不仅实力称霸诸侯, 在这方面也是独步天下。 他不仅殉葬的人数多, 还质量高, 连自己的大臣都要拉着一块下葬, 这就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秦宪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他上台后第一年, 就下令废除人训制度, 开始他的改革。 实际, 秦宫元年只从死, 废除活人训葬制度, 并不能说明秦宪公的思想觉悟有多高, 这是解决人口问题的一种政治手段, 秦宪公要以此告诉秦国人民, 同志们, 时代变老, 别再往外跑了, 回来跟我一起干革命吧。 哪怕只是一种政治手段, 但我们依然要对他怀有崇高的敬意, 因为这是史书明确记载的 第一位废除活人训葬制度的君主, 仅此一向充满人性的制度改变, 他就足以超越历史上大多数帝王, 踏入一流的菊王行列。 由于年轻时期亲眼见证魏国 在经历变法之后的由弱变强, 秦宫诸侯暴奏秦国的整个过程, 秦宪公也想通过学习魏国经验来强大秦国, 所以他改革政治的一系列手段 都能看出魏国变法的影子。 但秦国的具体国情 又与魏国有天差地别的区别, 最明显的区别便是, 魏国地少人多, 所以理愧变法是近地利之角, 充分发挥土地资源, 增加单位土地的农作物数量和粮食产出, 同时鼓励百姓开发荒地。 对当时的秦国来说, 废除活人殉葬的利益非常大, 最直接的好处便是, 一,人口数量增加了, 那自然会有更多人去种田, 去参军,去生载, 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军队质量。 二,拉拢世子, 为什么都说诸侯悲情, 山都日子都不愿意入情, 你家又穷又偏僻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 大家都不会忘记, 给你们老情人心心念念的, 一代霸主其木工, 可不仅仅是带着他的兄弟们打下霸业, 玩了嘎蹦之前, 还得拉着一些老兄弟到地下继续干革命。 大家读书当官, 无非就是为了光宗耀祖, 给你干革命可以, 给你卖命也行, 哪怕最后落下一个狡兔死, 两狗碰的下场, 也只能怪自己瞎了眼, 想想也能接受。 可你挂了, 还要拉着兄弟们去陪葬, 那可不行。 秦宪宫废除活人殉葬恶俗, 无疑是告诉天下人, 我老秦家再也不干这些混账事了, 赶紧来跟我干革命吧。 在废除活人殉葬恶俗之外, 秦宪宫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鼓励百姓多生多育, 只要你敢生能生, 国家就给你儿子多的家庭奖励, 保证你养得起。 人口问题解决了, 还有更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 由于秦宪宫是依靠旧贵族和新地主势力 共同拥护起来的国军, 可奴隶主贵族和新兴的地主阶级 是天然的对立关系, 魏国的命法就是通过打击旧贵族, 扶持新兴地主阶级而成功的。 可到了秦国, 秦宪宫既不能公然打击奴隶主贵族利益, 还得扶持新地主, 这就需要在二者之间找一个利益平衡点。 所以,秦宪宫做了两项非常重要的措施, 秦国原来的都城雍城是奴隶主贵族的聚集地, 把都城迁往临近河西的利益, 不仅可以减少奴隶主势力的影响, 而且利益紧临边境,商业发达, 既可以集中力量抵抗为国入侵, 向国人表明他收复河西之地的决心, 也方便发展新地主经济,一举三得。 二、把蒲、蓝田、扇、明智等边境地区改建成县, 由自己直接掌握, 派官吏代表自己进行管理, 这样一来就相当于把秦国翻成东西两块, 西边是旧奴隶主贵族势力范围, 秦宪宫采取放任的态度, 你们爱咋样咋样,别闹事就行。 东边边境地区则是秦宪宫主持政治改革的领地, 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我干我的革命, 你守你的家业, 各自安好,互不干涉。 人口问题解决了国内积极矛盾取得暂时平衡, 接下来就要解决钱和粮的问题。 同样与魏国相反, 魏国有庞大的农业基础和商业基础, 它的问题是商人垄断市场, 操纵国家粮价的问题, 所以魏国的变法是重农易商, 打击商人牟利行为。 而秦国由于长期以来先是被禁国封锁, 三家分禁之后又被魏国封锁, 工商业极度缺乏。 因此秦宪宫以新都城为中心, 在边境地区出行为市, 扩大商业区域, 对工商业进行规范管理, 抽取营业税。 同时, 鼓励百姓开荒, 吸引外来人口前来正地方羊落户, 承认土地私有, 允许土地买卖, 实行出租盒, 按照土地占有者, 实际占有的土地面积, 征收农作物食物水, 增加国库收入。 有人, 有钱, 有粮, 国内政局稳定, 下一步就该考虑准备向三进复仇了。 毕竟, 哪怕你再抢, 河西之地还在魏国手中, 秦国的门户韩古关被魏国占领, 秦国就永远被封锁在边陀之地, 无法东出。 因此秦宪宫从公元前375年开始实行居民一体制, 重新编辑户口, 把五户人家编为义武, 农忙时互相帮助, 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 增强边境军事实力。 关前370年魏武侯去世, 秦宪宫终于熬死这位寂静又恨的老仇敌, 是他把秦国打得奄奄一息, 同样也是他立主扶植自己顺利归国夺位。 秦建功曾与魏武侯有过承诺, 决不在魏武侯活着的时候攻打魏国, 他做到了, 我答应了不找你复仇, 可没有答应不去揍你儿子。 国仇扎恨怎敢轻易忘记, 是该再次亮剑了。 我知道你依然强大的可怕, 但我秦国儿郎的血绝不能败流, 老祖宗打下土地一定要要回来。 只要有一点机会, 我依然要去一碰五族的锋芒。 战斗吧, 揪揪老秦, 共赴国难, 血不流干, 死不休战。